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一宝 韩哥 一博这是在公司的哪个位置 还是那个房间沙发的位置 哦 刚才早上呼你们来着 准备教你们做一个这个青椒醋溜鸡蛋面 巨好吃 大股的骨益 早上起来一碗面 很舒服 对 最后一博那个面里面多搁点醋 哎呀 这算一博喜欢吃酸的 一博你吃饭怎么办呢 我 就买了一些素食的食品 就方便面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部队火锅它有那种素食的 它就材料都给你准备好了 然后就往锅里一煮就好了 不过我最近学会了一个 做了一个手抓饼也是 饼是准备好的 但是就是要自己煎一点培根啊 煎一点那种鸡蛋 然后做手抓饼 生菜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想法 就是自己学几个菜 现在会不会特别羡慕那些 会做菜的那些朋友 想学 就韩哥早上做的那个面 就特别想学 对 因为一博是特别爱吃面 爱吃那种粉的那种 我下次一定要多教你几款 好吃的面条 看一看 看一看 是一个什么样的箱子 哎 真的有 哇 有啊 哇 我感觉我要做的挺复杂的 有一只鸡 那应该是个大菜了 你看看你的任务卡 一波哪里有只鸡啊 什么鸡 什么鸡 我要做口水鸡啊 啊 口水鸡 哇 我这个难哎 我要给小鸡按摩 然后还 我还给小鸡按摩 用手把鸡撕开 把骨头取出来 哎呦哎呦 哇 听着就好吃 开始 开始 走 哇 王一博你们公司还有厨房啊 我天 没有就是临时搭了一个就是能 还是那个桌子 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王一博他们公司直接改成了一个餐厅都有可能 看王一博这次做的怎么样了 这怎么弄啊 鱼啊 鱼啊 你看 你平常吃他的时候你不觉得 王一博你先跟人按摩 怎么 对 你就这么捏他呀 对 一般按摩就跟他聊 就说先生最近是不是腰部有点老损啊 对 职业病什么的 玩手机玩多了 王一博你那怎么样啊 还行吗 我还要加个微信吧 好 已经发送过去了 哎呦哎呦 怎么给你按摩呀 还要做 fools 哇 哇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我不够大呀 我用姜鸡肉用手撕开 把骨头取出来用手 哦呦 哇受不了 我做不了啊 Sweet 离开也很体面 才没辜负这些年 干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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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爱 永久的等待 通过了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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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老师好哎路果你好你好 哇老师这个鸡应该怎么怎么弄啊我现在是给他按摩了然后现在就是在煮水你已经开始了啊对对对对OK没问题没问题不急没有那个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我做不好责任在我啊鸡有没有信心啊 看这个鸡看起来有点有点害怕呃不用怕然后呢你现在把那个姜 葱料酒盐巴拿出来葱丝整根的葱有没有姜没有整根的葱都是切好的葱丝 姜有没有姜没有哎没有哎姜也没有哎对啊 哎呀那不要紧香菜有吗 香菜有 香菜有 好捏捏捏它对 捏鸡 捏鸡 半勺的盐半勺的鸡粉 锅都不够深 鸡会不会整只放在那个浸在水里面够不够 好像有点不够深啊 不够没问题你把那个把煮开的那个水倒在这个烟鸡的那个盆里面就可以了把这个放进去烧 这样更简单一点对水一定要满过鸡肉 好 好可以了 好你看看它会不会翻滚啊会翻滚就可以了 可以但是估计水会淤出来水会淤出来 水会淤出来 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就教好了 没关系你看着稍微烧开以后呢给它关到最小 好 呃这个鸡呢我跟你讲一下主要就是用浸泡的 但是水一定要保持小小的 它慢慢滚着滚着就可以了 这第一步就完成了 就没有办法控制火好像 没有办法控制火 没有力了 这个不好的学生就教我还要清 我做不好的再玩 再玩 哎呦 衣服 好 好等一下这个它已经沸腾了 沸腾了 沸腾关小火 水浴出来了 关到最小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关小火 没有办法关小火 太大的话先把它滚或把它关掉 过个三两三分钟再开一下再关它 好不好 就可以了 好 好关掉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那个口水机的那个降水机 不知道哎 哈哈哈 因为这道口水机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穿灿 我希望能够通过一波被管道取得过去 能够助它一点食尚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做好不好 好 你知道为什么这道菜叫口水机吗 为什么呀 因为呢它里面有辣椒和那个花椒 吃了以后呢嘴巴就会发麻 吃了以后呢 好吃到嘴巴就会发麻 但是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放花椒吗 因为没有没有 没有 刚没有花椒 主要想呢很多人是吃不换麻的 所以呢我们就不换麻了 现在我们来解决鸡的问题 应该老师您看起来就是这样 我太难了 砍成半只放进去 我们要半只就够了 放在凉水里面泡一下啊 然后再拿出来切 小心啊拿刀 好 不好看耶 你这样 一波 把两个鸡腿取下来会取吧 整腿啊给它取下 然后右手把它掰开 对掰断它 好 平时没有怎么 没有怎么做菜啊一波 不会做饭 没关系以后就会了 我太太难了 太难了 啊 黄瓜片 黄瓜有片有切好了 你重新切可以吗 斜刀切片然后再切成丝 我我我我我没老师我没使过刀 应该切不了丝 切不了丝 切不了丝 那可以那算了就这样子 OK没问题可以 我们现在开始摆盘了 黄瓜片垫在底部 葱丝放一点在上面 没有那个不好的先生 这个交款老师 这个鸡肉是要摆在这个上面的 把骨头把它取掉 不是很好拆 加油一波 挺好的啊做的 基本上完成了 好 口水鸡酱来一勺 好 好 然后把鸡放进去 对 拌匀它 拌匀它 好 就用这个把手 给它抓在那个 放在中间啊 整堆堆起来 剩下口水鸡的架 全部给它淋在那个鸡肉表面 全部淋下去 芝麻跟那个花生 各来一勺 再撒在面上 香菜也抓个五六片 撒在表面 好了 差不多了可以了 好 完成了 好 好 我做不了啊 没有整个的 从水会浴出来 不够深啊 没关系 没有那些 追捧好的 军生气力照顾 来让老师 来一波 挺好的啊做的 你可以尝一下看啊 我可能不太想尝 哇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那个 加油啊 好 谢谢老师 注意啊注意保护自己啊 好 再见 好谢谢谢谢 再见 哎 完成了 啊 我太太难了 哇 嗯 这个王一波你在扫地还是什么什么情况呢 我在扫地 我弄了满地都是水 哈哈哈 太太太难了 哈哈哈 你看把我们家一波给逼的 太太太太难了 哇 我 厉害 一波做那一盘子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一波 哎阿姨好 我口水鸡 口水鸡 一波特别乖 阿姨阿姨你好我是口水鸡 我是王一波啊 我做的口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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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第一次做吗一波啊 一波真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正经做饭 你又太棒了做的这样 以前做都不正角 你先做拍黄瓜 怎么样王一波你的菜 反正外观是这样 对哎呦那还挺好看的 但是我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因为这个锅 就是不是特别的完美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整个鸡都给泡进去 你看 我一听就知道不是你的责任 是锅的责任 哎 不错 真的 真的 真的还行 按照老师给我调的调料 还真的挺好吃的 哎呦那 哎呦 恭喜一波 还还不错 还不错 真的 你们下午都准备干嘛呀 下午吃完饭以后 我拼个乐高 哎呦拼乐高 小牧牧现在可以拼12岁的乐高了 加城市建筑那种对吧 对 对对对对对 一定要拼对 一定要拼对 如果拼错的话 再拆掉的话会非常非常的难拆 嗯 哎哎哎哎 嗯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一博今天呢给大家录一个Vlog 也是我的 第一个Vlog 今天呢给大家 拼一个Vlog 哦 啊 先展示一下 之前拼好的一个哈雷的摩托车 啊 非常的细节 啊 比如说这里有 反光镜 然后可以转动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刹车钳啊 比如说还有挂挡的 还有车的支架 链条都是非常细节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 啊 没有拼好的一个 机械组的一个大脚车 其实在这段假期里呢 我已经拼了挺多乐高的 拼了有 七八个左右吧 啊 然后呢 我接下来呢就开始拼了 但是接下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安静的Vlog 哎 也可能不是 我尽量 小朋友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几个你也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像这些零件 推进去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扣进去 就已经锁得横死了 如果评测的话 再 再拆掉的话会非常非常的难拆 甚至说可能要用上牙齿 小一跳 差一点点评测了 乐高呢有的时候也是太精准了 他一定要 要你把这个零件的一个部位 可以推到一个线位上去 不然的话有的 有的位置的话他会对不上 这也是太精准了 这个还比想象中呢 複杂一点感觉 哎呦 这什么意思呀 嗯 嗯 真的没太搞明白 太难了 应该是一个支架部分 还是挺有惨力的 好 我的这个大脚车呢 就已经 拼好了 还是挺好看的啊 但是比我想象中比较复杂 设计都还挺好玩的 可以控制大脚车 左拐右拐 然后还有这个弹簧 还挺好看的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感觉韩哥哥 应该要找我们打电话了 那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一伯你的乐刚呢 我瞅瞅 拼的不大 就是拼了一个小车 一个这个 这就还行 不大了 鱼肖地教学书 这叫 这叫Mongster Track 那就是能撞 对对对 这个表演 他是飞 他是各种飞 对对对 做技巧 后空翻啊什么的那种 我做也是鸡肉沙腊 柚子鸡肉沙腊 喝 柚子鸡肉沙腊这听上去应该就很好 高档 那谁一博做完了还是怎么了 对 阿姨我做完了 我就做了一个柚子鸡肉沙腊就很简单 就手撕一下然后弄点料一拌就可以了 我做的这个就是柚子鸡肉沙腊 为什么做这道菜呢 很健康可以补充维生素 就做起来比较适合我吧 因为很简单 鸡胸肉手撕 手撕 撕成小块 呜呜 哇 受热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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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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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柠檬撒在这个鸡胸肉上 多挤一点酸一点 再放进去 就完成了 很简单 再挤一点点柠檬吧 大家都把自己的菜打出来看看 我做的就特别简单了 是一个凉拌的菜 一个比较爽口的柚子鸡肉沙拉 我们以为你说凉拌菜的时候 就是拍黄瓜 拍黄瓜 又来了 你要送给谁 三八公里节 送给我妈妈 对 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是 妈妈也经常给我做饭 这段时间刚好学了一点做饭做菜 希望以后每年过年回家 也可以给我妈做一点菜 嗯 真好长大了 我现在呢把公司也收拾好了 准备回家休息了 晚安 一伯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不在我身边 我这手艺才打到你 你两个人才打到那个 傻的那种感觉了 一伯的笑点都在我身上 一伯 你还有笑点吗 还有笑点吗 等下你就知道了 陈叔老师好 没 无尊老师 小爱小爱 欢迎 欢迎黄轩老师 欢迎欢迎欢迎 陈叔老师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吗 你感觉是热 特别热 热播剧 对啊 一边热一边播 很热 前两天那个2月2龙抬头 黄轩老师剪了头发没有啊 没有 我在这已经两个月没剪过头了 哇 很长了 这么长了 我跟 我跟队队联似的啊 当中到底都买了些什么 哎呦喂 这么干净哦 哇 好大 冷冻冰箱 好像酒店的那个 那很厉害的地方 吃饭的时候最多大概能有多少人一起吃饭 14个15个吧 每天15多15个人吃饭 对 哇 我我就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安安静静的零零字帖 写写字 写写字 写完我就把它夺起来的时候 根本还不会玩呢 对这个就是黑白灰 对吧 嗯 好整齐了 这是个装柜吧 哇 这是你们家呀 我每件衣服都是我自己手运出来的 把所有的鞋 用那个八四 把鞋底都擦干净 哎呦我的 哇 新的吧 袜子 哇 不可能 哇 都跌成这样 根本就没法抵 我 我都不敢相信 你别看乱成这样 对 你有35 还是有分类的 还有脏的 还有脏的但是能穿的 对不对 嗯 我特别记得风哥曾经买过一床被子 不是 龙虎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哇 风哥你特别像个忍者神龟 忍者神龟 哈哈 哈哈 下周一晚 天天向上 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也能做出不一样的精彩 感谢五八同城 感谢五八同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找工作上五八同城 工作找得快当天就入职 五八同城招聘行业领导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Se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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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